表示最大的一个歉意 王航总长谢志迁除了举功道歉 26号下午还进到交通部 和部长林家龙次长王国财密谈 一个多小时 最后暂时保住官位 那我也要求谢董事长要负起责任 那后续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会再加以观察 所以我们希望他在这个职位上 他最了解情况 应该呢带领华航 那么能够面对司法跟社会 大家的一个质疑 林家龙要谢时间留在位置上 查明真相 陈主等真相厘清后再说 但华航对专机负责人 却只是调离现职 不过调职却还握有权力 自身副总罗亚美 变成董事长是特助 离开主管职 空品处副总邱章信 改任总经理是高级专员 记过一次 另外两名空品处协理 各记过两次 华航被质疑自设停损点 只办到邱章信 关于罗亚美和邱章信 林家龙说调职只是第一步 未来证据到哪 责任就到哪 但这两人还是在董总身边 也让兰尾质疑 战机CN案持续延烧 第一波惩处名单出炉 让外界傻眼 就怕当初林家龙说过的 就责无上限 最后也只是轻轻放下 这次我们就知道报道